你怎么告诉我骑牙医的 骑牙医的我说的 青麦什么街都有啊 今天是青麦的什么街啊 鬼街 我也不知道这边是什么 反正看上去是挺恐怖的 而且它是晚上开 我对于这些其实不怎么关注 每次都是我老婆告诉我 来今天青麦什么活动 什么活动 哇 我们放大一下看啊 是不是有点诡异 声音也有点诡异啊 但是到里面好像挺欢乐的 全是吃吃喝喝的 泰国万圣节 泰国万圣节啊 来这边有很多这 好老货 哎那辆车跟我家好像啊 真的有钱吗 真的有钱啊 很大 有点 好吃的 怪怪但他吓了一跳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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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看啊 现在开啊 这是你的 什么时候 我在哪里 你看 哇 有饭 哎呦 吓了我一跳 这69桌还好 不会那么多牛肉 还有炒饭 我饭也没吃 原来泰国所有的活动啊 都是找个借口吃吃喝喝 就是这个活动吃吃喝喝肯定要有的 否则这个活动肯定没人吃 哦你看了呀 你吃了一只饭吧 一只饭 你吃饭 你吃饭 呃 你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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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饭 我吃口罗 哎18 18 嗯 要两杯 嗯 好爽 做过广告 我没收广告费 EST 这个是我现在 最爱喝的可乐 没有之一 嗯 太好喝了 嗯 哎 我 不要 好 啊 不是 我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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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坐 我 你 哇按摩 这跟厌食没区别 音乐很诡异 又来摩天轮了 这一块基本上都是玩的 游乐场嘉年华 后面还有 它是一个设置 桥下面过来 潘云干这边过去是一个迷宫一样的 我们倒要走一遍嘛 正到天暗的时候走 更有味道 哇 这边好多串串 这个其实类似于一个主题公园一样的 就是泰国万圣节的主题公园 然后有那些鬼的布置 好 倒给你去 去去 然后有吃 有喝 就挖空心思找个由头吃吃喝喝玩乐 可以行吗 可以都行 弄好吗 好了 鼓器弄好吗 好吧 好吧 请我们往桥栋下面看一下 哇 这声音 乖乖乖 乖乖 小奶奶 要过去吧 不过去了 那边还要过去 我们先不过去了 肯定要去 假年华了 熬通乐园 是吧 哇 哇 哇 太疼了吧 好吧 你怎么回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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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多久 大家就老吃了 你怎么回事 噢 噢 噢 好 哇 排队那么长 买票子 你要付照片掉不下 对吧 这个装置就靠一个电扇 啊 就靠这个电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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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这么长的堆 哇 哦 这个排队太长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哇哦 开心吗 今早 哇 我突然就下雨了 我买了好多张 一张可以玩两次 哦 都浪费了 然后我就送给泰国人了 十张全部送掉了 我们就下山了